高华隊在U18世界杯棒球賽 首場擊敗地主加拿大後 休息不到六小時的時間 馬上爭裝再戰南韓 本場派出二刀流 劉志榮挂帥先發 前兩局霸氣的投出六上六下 狀況看起來似乎很不錯 可惜卻在三局上陷入亂流 先是接連丟出畜生球和寶送行程蠻累 接著要讓第二棒的崔賢俊 靠著一隻高飛犧牲打 送回南韓第一分 先持得點的泡菜大軍打鐵趁熱 四局上攻勢再起 當家第四棒江白虎 前次打擊遭到劉志榮三陣心有不甘 這次決定使出重炮反擊 一棒給他扛到中左外野方向 一發洋春炮 幫助球隊取得2比0領先 隊友活力支援 七局上再添一分 就讓南韓先發投手 兩場射更是投得得心應手 本場主投七局只被敲出三隻安打 不但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還狂標八張老K 一度演出十三上十三下 完全封鎖台灣打線 中華小將不只打擊熄火 九局上更是狀況百出 一三類有人的情況 二类手曾漢宇想處理這個內野滾地球 卻是漏了一下 不但沒能抓到出局數 也讓對手趁勢跑回本類得分 而第四任投手古林瑞陽 也就此亂了陣腳 接連被敲出四隻安打 讓南韓一口氣吞下五分打局 儘管中華隊不放棄最後機會 在曾漢宇的帶頭下試圖吹起反攻號角 連續四隻安打串聯終於打破鴨蛋追回兩分 只可惜後繼無力沒能成功扭轉戰局 中場仍是以二比八吞下敗仗 輸給南韓